宫颈活检可以确诊宫颈癌吗? 党赛利 妇产科 主任医师 我们对宫颈癌的诊断 我们首先要做宫颈癌的 癌前的一个病变的一个筛查 所以我们要做宫颈的HPV的筛查 还有液积细胞的筛查 在这些发现有异常以后 我们要在阴道静下再做活检 宫颈的活检 只是诊断宫颈癌的一种办法 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所以当宫颈活检 病检的结果出现挖空细胞 或者是低级别的病变 或者出现宫颈不典型增生的 比如说CN1、CN2、CN3 甚至是出现宫颈癌的诊断 所以当出现有宫颈癌这些诊断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通过追切 就是通过对宫颈的一个追切 再送病例的检查 来确定病变的轻润 或者说是分期 轻润的程度来确定临床的分期 宫颈的这个活检 只是说确定病变的一个严重的程度 专家提示 1.首先要做宫颈癌的癌前病变的筛查 宫颈HPV筛查和液积细胞筛查 2.发现有异常以后 要在阴道静下再做活检 3.宫颈的活检是诊断宫颈癌的一种办法 不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4.出现有宫颈癌诊断的时候 可能要通过追切 再送病例检查来确定病变的浸润程度 临床的分期 5.宫颈活检是确定病变的严重程度 2.宫颈癌